各位同学,我们刚刚讨论了物质的分类 那我们知道化学除了讨论一个物质它的性质啊组成之外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化学讨论 Chemistry就是化学效应 就是它们彼此之间交互作用之后所产生的变化 所以呢,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看有哪些变化的分类啦 物质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分类呢 那我们在化学的这个科目里面 我们最想讨论的变化就是化学变化 可是除了化学变化呢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变化 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叫做物理变化 另外一个呢,则是叫做核变化 那我们这些变化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从四个角度去检视这些变化之间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不同呢,是说它是否有这个新的物质产生 是不是有新的物质产生 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些变化变到最后到底变出什么结果来 所以它变化的结果是什么 再来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所有的变化呢,都会伴随着能量 那这个能量的变化情形又是如何呢 那最后呢,我们就再来看一看 有哪一些生活当中 生活中的实际粒子 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最 左边的这个物理变化好了 物理变化呢,有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其实呢,它是没有新物质产生的 没有新物质产生 比如来说好了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呢 从冰箱当中拿出一个已经结冰的 就是冰好了 然后你放在外面 好好的放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会怎么样慢慢的融化成水 好,请问这个过程呢 是不是一个变化 是吗 从原本固态的东西 从原本固态的东西 变成了液态 对不对 从原本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 这是一个变化 可是有没有新的东西产生呢 并没有 都还是H2O这个分子在那里 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三项之间的变化 比如说 这个水变成冰啊 或水变成水蒸气 这都没有新物质产生 它是一种物理变化 可是化学变化 会不会有新的东西产生呢 会有哦 化学变化呢 是会有新的分子产生 比如说 我们最常讲的 我们把木炭拿来燃烧一下 结果呢 会变成二氧化碳 或你把纸拿来燃烧一下 那我们知道这个碳 它的这个元素符号是C 然后呢 再加上了氧气O2之后呢 会变成CO2 哎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是不是新的物质啊 原本这个碳跟氧 跟后来的二氧化碳 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不过各位同学 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产生的东西 是新的分子 不是产生新的原子 所以呢 它只是组成 之间的组成改变了 可是碳还是碳 氧还是氧 OK 所以呢 化学变化是有新的分子产生 可是核变化就不同啦 核变化呢 是有新的原子 哎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不熟的变化啦 但是核变化呢 就是我们平常核能发电 或太阳核融合产生 这个太阳的这个能量 都是核变化 所以呢 核变化很特别 它是新的原子产生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大家可能不常见 就是呢 氢 这个写法呢 以后大家会知道 但我们先写在旁边 这是氢 跟它的同位数叫做 刀或者是穿 那我们呢 是跟这个穿 穿里面是三撇 那呢 加在一起呢 经过了这个 很强的能量反应之后 它呢 会产生氦 哎 这就特别咯 这个氢 氢跟这个氦 氢跟穿呢 跟最后的这个氦 都是完全不同的原子 可是呢 核反应就是这么厉害 它就是可以产生新的原子 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哦 核变化 跟化学变化 都会有产生新的物质 但差别是什么 化学变化只会产生新的分子 可是里面的原子 有没有变 里面的原子 没有变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不同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结果 哦 物理变化呢 它的这个分子种类 有没有改变 没有 分子种类不变 冰变成水 里面 还是H2O 水变成水蒸气 里面 还是H2O 所以呢 它的分 分子种类呢 是不改变的 而且呢 再来一件事情呢 它不止分子种类不改变 它的原子种类呢 树木呢 排列也都不改变 原子的这个树木啊 种类啊 种类啊 等等等等 还有它的排列 也都怎么样 不改变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化学变化 哎 化学变化就有点小小的不同了 化学变化呢 其实 它的 呃 这个后半部是一样的 化学变化 有没有新的原子产生 没有 所以它的原子 树木 跟种类 有没有变 没有 原子树木跟种类 是不变的 可是化学变化 跟物理变化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物理变化 它原子的排列 不改变 可是呢 化学变化 原子的排列 就改变了 所以原子 重新排列组合 然后呢 怎么样 所以分子的 种类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分子 种类 就改变了 好 所以呢 我们来注意一下 几件事情 第一个 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 它们相同的地方 在哪里 它们相同的地方呢 我们用橘色来画 就是原子的树木呢 跟种类呢 都是不变的 可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化学变化的原子呢 会重新排列 所以会有新的分子产生 分子种类会改变 而物理变化呢 没有 它的分子种类 还是原本的样子 水 就是水 都还是H2O 那核变化呢 又更不同啦 核变化 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了 核变化是连原子的种类都变了 一切都变了 原子的种类改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些不同的变化呢 它所会用到的能量 会有多少的这个差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物理变化 一般来讲呢 物理变化 它的能量 跟化学变化 跟核变化呢 大家不用记实际的数据 虽然我们等一下会提供给大家 可是大家一定要有个简单的概念 你觉得哪个变化最困难 当然是核变化嘛 因为核变化 你还要看我们核电厂或太阳 它一定是能量超强的东西啊 我们刚刚讲了 冰变成水 你只是把东西从冰箱拿出来而已 对不对 需要的能量会很多吗 感觉不会啊 如果说你把碳跟氧放在一起 你把一张纸放在平常的这个 空气当中 不是也有氧气吗 它有没有变化 没有马上变化 你要燃烧一下 才会有变化 所以我们想化学变化的能量 一定会比物理变化的能量多 而核变化的能量呢 又一定要比化学变化还多 那其实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把数据提供给大家 那通常物理变化的能量呢 它会小于 每莫尔的一千焦二 一百焦二 一百千焦二 这个焦二的能量 让这个名词以后在物理跟化学 大家都会继续的碰到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不先多做解释 好 那化学变化呢 差不多呢 就会是从一百到一千千焦二 美莫尔 我们应该用黄色的比 好 没关系 好 那蓝色的呢 哦 蓝色的这个核变化就很可怕了 这个核变化它能量超级大 它会大于 十的八次方 千焦二 美莫尔 所以这个核变化能量是很强的 因为核变化其实就是爱因斯坦 所讲的这个 1等于mc平方 它里面呢 是有小小的这个物质的质量 可以变成巨大的能量 所以呢 它这个能量啊 你有没有发现 诶 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至少感觉是差个十倍啊 一百倍啊 或顶多一千倍之类的 可是核变化 远比这个化学变化跟物理变化的能量 都大非常的多哦 那最重要的呢 当然呢 我们是要来看生活当中 有哪一些的实际的例子 是物理变化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是溶解 比如说我们平常呢 在泡个糖水的时候呢 葡萄糖 葡萄糖溶于水 这个呢 是物理变化 我问你葡萄糖水 它是不是还是葡萄糖跟水 只是我们把它很均匀的混在一起呢 所以呢 葡萄糖水呢 基本上这个变化 就把葡萄糖溶于水呢 它是一个物理变化而已 就像你把酒精溶于水 也是一样的 这种单纯的溶解 其实都没有新的物质 那更重要的呢 像是三态的变化 再说明一次 三态的变化是什么 比如说从固态变成液态 从液态变成气态 或者是 像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是什么 是可以升华的嘛 直接从干冰固态的变成气态的二氧化碳 OK 所以呢 这也是三态的变化 可是 这个二氧化碳的升华呢 怎么样 也还是一样啊 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是物理变化 没有新的物质产生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比如说像是灯泡的发光 里面的乌丝呢 被加热之后呢 发光 可是它其实也还是乌丝 它并没有新的东西 所以 这个也是一种物理变化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变化 在生活当中 是这个化学变化 比如说植物形光合作用啦 他把这个什么二氧化碳跟水 变成葡萄糖 还有顺便释放出氧气 这个呢 都是呢 有产生新的分子 可是里面的原子没有变 或者是说铁呢 生锈了 铁呢 把空气中的氧气 跟它的铁 组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生锈的东西 氧化铁 可是一样 里面也还是有氧原子 跟铁原子 所以没有新的原子产生 它是一种化学变化 或者呢 炸弹啊 鞭炮啊 爆炸 这些都是这个 化学变化 炸弹的爆炸 OK 好 那核变化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其实核变化最主要就是分两个 一个叫做核分裂 一个叫做核融合 其实核分裂跟核融合的概念都很简单 核分裂呢 通常就是指一个原子呢 它变成两个新的原子 或者是较少的原子变成较多的原子 所以这代表这个原子它里面的核分裂了嘛 那核融合就类似像上面这个样子 原本的氢跟川 两个原子呢 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原子 就是核融合啦 那大家只要简单知道 目前呢 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这个核电厂的核能发电呢 是用核分裂的方式 而太阳呢 它之所以会有这么强的能量 提供我们这个深深不息的太阳能呢 它呢 是用核融合的方式 这个大家先简单知道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最后我们再来总复习这张表 我们的变化基本上分三种 物理变化 化学变化 跟核变化 而最重要的呢 其实是什么 是第一项 第一项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物质 有没有新物质产生 物理变化是完全没有新物质 而且呢 它里面的原子 种类 数目都不变 分子也不变 它可能只是一些状态的改变而已 但是化学变化呢 它虽然里面的原子没有变 但是原子重新排列组合 变成新的分子 而核变化最特别的是 它直接有新的原子产生 那这些观念 你都清楚了吗